盘点剧板将夜中没有阐述出的17个真相 接上截 六无矩是将夜中的低速度吗 答案是肯定的 无矩是一种空间穿梭能力 它掌握天地间元气的分布 可以在元气块之间穿梭 动念之间就可以往来天地 横行万里 可谓跑路无敌 是已知中的低速度 原著中连浩天都不太容易在短时间内 追上使用无矩神通的九图 而使用无矩最六的 非书院大先生李漫漫莫属 这一点连贯主都有所不及 当然无矩并非完全立于不败之地 夫子的无矩可以无视规则 空间穿梭手段便对其无效 还有玄空寺蒋经首作 就曾用言出法随的神通破了李漫漫的无矩 但李漫漫又用此约破了蒋经首作的言出法随 七 为什么书院在唐国的地位十分超然 夫子曾坐过西陵神殿藏书楼的管理员 他离开西陵后 四处讲学 力图改变世界 让世人自立自强 可收效甚微 这是他意识到 自己需要一个类似于西陵神殿那样强大的世俗政权 去推广自己的理念学说 于是他扶持了一位志在匡扶天下的理性青年 一起创建了唐国 并在都城以南创建了书院 开辟了书院后山 唐国在夫子的护士下 逐渐成长为了世间第一强国 书院的思想也广为传播 可是唐国的开国皇帝老了以后 听信传言 认为吃了夫子的肉便可长生不死 就在他要动手前夕 夫子率先进入皇宫 将他诛杀 随后指定了新的皇位继承人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 夫子规定 以后所有继承人继位前 都要先接受自己的教导 就这样书院在大唐的地位就变得超然了 八 夫子的天赋如何 为什么只有他修成了无举境 按照夫子自己的介绍 他的修行天赋是比较普通的 夫子没有师门指导 三十多岁时才走上修行之路 而后的境界都是循序渐进稳步上升的 其天赋不如十七窍弃海雪山 全通的柯浩然 面临第一的柳白 甚至不如贯主 李漫漫和君墨等人 夫子能修成史上独一无二的无举境 主要是命运使然 夫子是应运而生的人 所以他成为了几千年来 极少数看过七卷天书的人之一 还有幸参悟天书修成无举 也最终应运登天化月成为了传说 就按照柯浩然的天赋 如果没有鲁莽形式 是否能够超越夫子呢 答案是并不能 柯浩然虽是江夜世界中 唯一一个 气海雪山十七窍全通的天才人物 但他修习的 依然是浩天世界内的规则 浩天世界是一个封闭世界 所以浩天世界修行者的极限 就是接近浩天的层次 浩天在人间 也非夫子的对手 夫子的无举是应运而生的 是带着使命来到这个世上的 无举的使命就是化月 夫子之前没有修成无举境的 夫子之后更不可能再有 因为世间只需要一个月亮 实战天时的柳白 真的是人间第一吗 答案是肯定的 当时灌主被宁缺打废 实力尚未恢复 整个人间毫无疑问 就是柳白最强 原著中描述 君墨是这样认为的 于莲是这么认为的 叶青是这样认为的 柳白自己也是这么认为的 甚至就连浩天都是这样认为的 所以战天时的柳白 是人间毫无疑问的人间第一 十一 战天时的柳白 和拔剑问天的柯浩然 谁更强 答案必须是柯浩然 原著中 人间浩天消灭了柳白后认为 给他足够长的岁月 也许他真的可以变得像 柯疯子一样强大 浩天也疑惑 柳白为何不继续等待数百年时间 到他最强的那一刻 再来挑战自己 可见 浩天的判断是 战天时的柳白 跟柯浩然的实力 还差了几百年 而实际战力表现 柯浩然是稳稳的第七竞级以上 而柳白最强一刻 也只是摸到了第七竞门槛